北冥有生 然而在开关时 赫山被吓得落荒而逃 为了寻找赫山 高如雪来到了西巷房 刚一进去 高如雪就听到了 身后船来脚步声 谁在我身后 他猛地扭过头来 却只看到了一面铜镜 镜中映照出 他自己的身影 虚惊一场 如今高如雪 完全没了刚进来时那份淡地 胸口不断起伏 心脏砰砰乱跳 这种失态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来 可还不等他缓过神来 他骇人发现 镜子中他身后的围脉 正在自己解开 有一张纸人的脸 慢慢地滚了出来 从镜子里 更是可以看清楚 那张纸人脸 正在冲着他自己笑 谁在里面 要知道 人在极度恐惧下会变得易怒冲动 高如雪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深揪住维曼两端 想要进去一探究竟 可是这维曼设计得颇为复杂 里外好几层沙连床漫相互交错 掀了半天 他非但没有看到最里面的场景 自己的手臂还被缠住 屋楼偏逢 就在这一时 屋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 高如雪很清楚 这脚步声根本不是自己的 而雪地赫山又失踪了 在场景的轩染和黑色星期五的辅助下 高如雪的心理防线早已布满了裂痕 他已经到了极限 此时屋内的脚步声 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双腿发软 完全使不上力了 恐惧就像是被放出铁笼的野兽 开始吞噬他的离职 他只能勉强转动身体 想要挣脱为曼的束缚 反而是越挣扎越紧密 同时 那脚步声也越来越近 高如雪寻着声音望去 却根本找不到圆头 不可能 屋子就这么大 如果有人靠近 我一眼就能看到他 他的心彻底乱了 屋内简单的布景 却给他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巨大恐惧 窗外的白灯笼摇晃起来 光线变得更加昏暗 同镜中的人影也开始模糊 高如雪 高如雪瞳孔震颤 她美丽的眸子落在了铜镜上 那普通的镜面里 不知何时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身穿嫁衣的陌生女人 千秋无角色 岳目是佳人 那种苍白不真实的美感 让人心紧肉挑 就像是在欣赏一件 乘风的艺术品 盯着镜中的女人 高如雪双肩颤抖 她脸上头一次出现了 惊恐的表情 她解剖过许多尸体 她很熟悉镜中女人 带给她的那种感觉 那是一种 只有在面对死人时 才会有的感觉 鬼屋里 藏着一具真正的尸体 这个念头一出现 恐惧就如浪潮般地将她淹没 她拼命想要远离铜镜 却在后退的时候 撞到了个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 屋内的脚步声终于停止 高如雪的思维 也在这一瞬间凝固 她没有再去思考 为什么 只是本能地 在诡异的背景音乐中 慢慢扭头 四目相对 在她身后 一个身穿嫁衣 画着恋容的女人 正在对她微笑 一声尖叫 打破了恐怖的宁静 就算在鬼屋外面 也听得清清楚楚 手臂被捆 高如雪双脚一软 坐倒在地上 压抑的恐惧 化为泪水多目而出 根本控制不住 她半天不敢睁眼 脸颊上残留着泪痕 嘴巴为胀 无意识地干咳着 监控室的诚哥 被高如雪的惨状 吓了一跳 立刻通知徐婉 小婉 快把人带出来 好的老板 只见高如雪对面的女鬼 摘下藏在头发里的 蓝牙耳机 蹲到她身前 你没事吧 参观到此结束 你先缓口气 我带你们出去 十几秒后 明昏场景大门被打开 诚哥急急忙忙地 跑了进来 这怎么就一个人 另一个呢 那个胆子太小了 自己冲进来后 站在铜镜面前 都被吓晕了 我怕她影响到 后面游客的体验 就先把她拖到了床后面 吓晕 好吧 游客的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 下次再出现这情况 立刻通知我 让许晚去扶着高如雪 诚哥把躺在床塔后面的赫山拖出 这大兄弟晕倒在地 人事不行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走 先出去找个通风的地方 陈哥背起赫山 朝鬼屋外面抛去 下到一楼 掀开不透光的门帘 一脚踹开防护栏 将赫山放在通风口上 又是掐人中 又是宾服 这场景把周围的游客 都给看杀了 咋回事啊 走着进去躺着出来 参观鬼屋参观到自己昏迷 我他妈还是第一次听说 哇 这是被吓晕了吧 大众点评上不是说不害怕吗 妈爷 我开始方了 没过一会儿 许晚掺着高如雪也走了出来 和进去是完全不同 此时的高如雪 头发散乱 面色苍满 脚步虚拂 眼角还残留着泪花 见此情形 围观的人群更是炸了锅 这你们完全换了个人呀 我去 到底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呀 说好多连尸体都见过 一点都不慌呢 这一会儿 徐万已经把高如雪 浮到了台阶上 递给他了一瓶水 他现在人有些惊魂未定 拿着水的手 微微颤抖 别挡着风 都让开 这事儿让诚哥 也有些头疼 高如雪被吓 哭到还算正常 可这位大兄弟 怎么就突然昏倒了呢 胆子小就承认啊 何必死扛着 进鬼屋里嗨呢 俗话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越来越多的游客 围到了恐怖屋门口 连乐园管理员 徐叔都被惊动了 骑着电瓶车赶了过来 小陈 这是怎么回事 游客咋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中暑了吧 放屁 这天气能中暑 说着话 徐叔凑了过来 直接将赫山背起 放在了电瓶车上 快 打把手 先送医务室去 还没走出多远 也不知道是刚才 掐人中有了效果 还是其他的原因 赫山慢慢有了知觉 他眼皮扎动 猛地从电瓶车上坐起 双眼通红 嘴里不断念叨着 镜子 镜子 卧槽 兄弟 你冷静点 这乎该不会是 中暑了吧 阳光洒在脸上 过了几秒 赫山才恢复正常 他一手摸着后脑勺 发现自己正在 被众人围观 顿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穿着乐园工作服的徐叔 十分尽责地 拿了一瓶水 地位赫山 好点了吗 你怎么在鬼屋里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当时我被吓坏了 跑进了一个屋子里后 发现墙壁上有一面铜镜 镜子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这可能是鬼屋里的 一个体验项目吧 徐叔将信将疑的 看向陈哥 鬼屋里还有和镜子有关的项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